国际时尚资讯我们带您来看到米兰时装周 KUJI抢先领先 这是亚历山卓米歇尔担任KUJI创意总监之后 第一次在时装周发表女装作品 米歇尔把KUJI原本的首女风格 成功的转为年轻化的浪漫随性 红色的A字中长裙礼服 粗犷眼镜以及土耳其的贝雷帽 这是KUJI新总监亚历山卓米歇尔 要营造的年轻浪漫随性风 出路风格大洗牌 精致双鸟刺绣的毛衣 飘逸的中长裙 怀旧感印花的西装套装都可以任意混搭 中性衣除了想象 每件单品男女都可以运用搭配 一浪漫柔美带着些许的幽默气息 翻转KUJI过去俐落也艳风格 服装剪裁线条唯美 皮草搭配蕾丝皮革等拼接 让整体视觉感更显清亮化 亚历山德罗米歇尔的设计 让国际媒体犀利直言 KUJI跳脱以往的阿嬷风格设计 不再只是首女专属风格 这季秋冬新作品 像是游走在高级的跳蚤市场挖宝 有浓厚的固定气息 新亚历山德罗米歇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